好,這裡有個東西,還沒給各位看的 往下走 按一下 你如果是辦社團的活動,請問會不會有需要做影片 有沒有 按FB或者是一般的,也都可能成果,對不對 或者是一般的,那除了 用照片方式呈現 可不可以用影片 可以啊 那你知道,我這個一定是沒有花錢的嗎 了解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看,這個就是待會我會介紹的一個網站 那另外往下走,這個是 前年的 都是同一個網站的 因為現在做影片 也有很多範本 對不對 也有很多範本 所以我們等一下呢 可以稍微上來看一下,你就會比較清楚 所以只要你把範本選好就OK啦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發佈到哪邊 好,發佈到哪邊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在哪裡 這個在我們免費的什麼 影片製作軟體 APP這邊 好,那 我剛剛用的是線上的 欸 線上的 欸 等一下,那是線上服務,應該在上面 這一塊 你們剛才看到的影片會有點延遲對不對 應該會有喔,因為用軟體廣播會有一點 好 OK 在這裡,在這裡往下 往下 有沒有第16個 這個地方 這一個 這個 欸 這個是比較久 但是其實其他的也有吧 其他的也有喔 只是 用這個我覺得還不錯 欸 但是呢 你有沒有看到我有寫一個 360P 有注意到嗎 請問360P的意思是 影片的高度還是寬度 不要再跟我講是寬度了喔 這影片的高度 所以他是多少 640乘360 這樣了解了嗎 一般我們在FBA 然後網站上 其實360P 這個 640乘360 其實應該都還夠啦 當然如果你覺得有需要比較多的 那當然這就是付費的範圍 好 我就直接從這邊 連過去囉 那麼他上面也是一樣 就是 你可以直接Login 直接Login 或者是Sign Up 啊 剛剛有 一來就介紹過 免疫的那個嘛 呵呵 好如果你真的不想的 你就直接 OK 那我看一下 我的好像 欸 現在跟FBA不行了 好 那麼我現在 我用我的FBA登錄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您可以看到 直接 進到外面也可以 他裡面一樣有很多範本 所以你就進到Create這邊 好Create這邊 就可以去選了 他有兩種啦 這個是現在新出來的 廣告的 等於說你要做行銷的影片 那我們之前都是用這一種 你可以看一下 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 又有一堆範本 這樣會不會很過分 真的啊 就是這麼簡單啊 事實上如果你要用軟體有沒有 其實也有 好等一下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下 如果你想用軟體也是可以 當然有這個PRIMA的 這個當然是付費的 好但是你就挑免費的啊 你看 有沒有發現我用的那個了 這樣我就沒有很厲害了嘛 對不對 講破就沒有什麼了啦 所以其實 有時候你會發現 為什麼人家做的那麼好看 常常是他只是選對一個 他想要的而已 好你可以先留意一下 他的這個感覺 如果你確定要 在這邊 不要用這個 用下面這個 人家有說30秒免費嗎 你了解齁 我只能跟你講 付費跟免費現在都是在一起 點下去 那你就把你的照片放進去 文字打進去 就這麼簡單 好你看一下左手邊 萬一你選錯了 你可以自己再改一下 那個範本 了解齁 Style就是我們樣式嘛 好 你可以自己要不要加logo 要不要加圖片 要不要加影片 要不要加文字 有沒有 是不是都一樣的 那就選一選就好啦 所以加一點 我不用加logo 那你要選 照片影片 除了從自己的以外 也可以從哪裡 有沒有發現 他也有提供一些圖庫給你 假設你就是想要先測試看看 不想要把自己的照片傳上去的話 你就先用這邊 比如說我找一個 影片的 現在 Christmas應該是 Holiday 假日的吧 挑一挑 挑一挑 你可以按住 Ctrl鍵 有沒有就加選了 對不對 好五個進來 然後再加一下 再加一下 看看你還要加什麼 如果你要影片的 一樣從這邊 慶祝的 好這裡有 加一個 那你要調順序 應該會自己調了吧 有沒有 可以自己調整順序喔 沒有 沒有調整功嗎 有啦有啦 有沒有 好 但是記得 30 30秒以內喔 30秒就把事情說完喔 呵呵呵 好了之後你要加文字 請問這裡打中文可不可以 當然是可以喔 只是中文當然沒有那麼多的字型啦 原則上它是黑體 好 原則上是黑體喔 好 OK 存起來 那一樣的 你就看你要放哪邊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預覽一下吧 它 大致上 產生的速度還蠻快的啦 只是說如果你確定要做了按下 這個 它就開始 幫你產生比較高解析度了 那這個呢 它會有一點點時間 一點點時間 但是都不會很久 你會收到Email通知 好會收到Email通知喔 好 有看到了嗎 至少它不會給你細名題好嗎 因為細名題真的在影片裡面或圖片裡面做標題 真的比較不適合 稍微太細了一點 音樂不喜歡可不可以換 可以啦 這樣 有了解了吧 所以 有沒有發現現在好像真的越來越簡單了 事實上App裡面也有很多 等一下我們 連到我的手機再給你看一下 好